中共两会散伙后 官场人士开始变动 港媒报称 中共移民管理局长许甘露 即将出任四川省长 而于许甘露童年生的眼力 则将升任云南省委书记 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称 许甘露将会担任四川省长 冠生半级 与香港中联邦前主任 四川书记彭清华拍档 许甘露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 57岁的许甘露是福建通安人 1979年底踏入厦门警戒 1985年至1988年习近平出帝福建 担任厦门副市长期间 他是当地开源区公安分局局长 并约习调理后 被提拔为厦门公安局副局长 胡理区委书记 1994年许甘露上调中央 担任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边检副局长 两年后升为局长 在香港回归后的居港权风波中 他曾多次与时任保安局长 叶刘淑仪交手 但许的职务在2000年10月 至2009年3月接位 公安部政局级干部 疑似受到弦制 1999年 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主办 赖昌星逃往加达达 事件相信波及内地边界系统 许甘露后来担任公安部 警务保障局副局长 交通管理局长 2015年空降河南 现后出任副省长 兼省公安厅厅长 及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新京报当年6月18日报道 特别提示了其背景 称他曾在习近平主政过的 福建公安系统任职 在得到习近平看重之后 许甘露曾亲自持枪带队巡演 一时引发热议 去年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 原有的边界系统和边防系统中的部分职能合并 新组建移民局 许甘露出任局长 并成为公安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 许甘露和与习近平 在这将有工作交集的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庆锋 加之习近平福建局部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政部长级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 是习近平在公安系部局的亲信人马 《明报》报道说 许甘露此番离开工作 近40年的警戒 调往西部大省 并急身正部级 试图看掌 而许甘露留下的空缺 将由公安部原边防管理局长陈定武填补 对于许甘露被派往四川 有评论人士对问视频表示 派系背景颇为复杂的彭清华 曾被认为是曾庆红的马仔 虽然曾在确立习核心中得到习近平的赏识 但习近平对其并不完全放心 而具有多年中共公安经历的许甘露调往四川 也可看作是一种制衡 此外 现任四川省省长尹丽将升任云南省委书记 尹丽被打上的标签位 新技术官僚 中共十八大后第二年 尹丽受到习近平重视 出任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 2015年空降四川出任专职副书记并兼任宣传部长 2016年晋升为中国第四位 60后省级政府一把手 出任四川盛代省长 省长 年过65岁的陈豪 将道林退休 他是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 上海市人大七个副手之一 在胡锦涛主政末期被安排到总工会 习近平2012年大立反腐 将派云南摸点多名省级官员落马 或被免职 陈豪因此坐实升级上升 2014年空降云南 出任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并在2016年升任省委书记 但就在2017年3月 中共两会审议中 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对无法回答问题的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感叹你们 不接地气啊 不接地气啊